您好,有福的观众,我是道宁真人 我们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愿天堂每天与您同在 众光人类历史 神圣的讯息常笼罩在神秘的事物中 先知弥赛亚,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们 他们常受迫害与压迫 他们的话隐晦不明 但我们如何分辨真假 要做到这点,人们只能仰赖上天的引导 而真理将向那些认真寻求他的人皆是 今天我们将继续研究这本在七世纪时 中国可敬的天文历史学家 李淳峰和袁天刚合著的著名图解预言书 推背图 我们将发现关于这位高贵人类救主的更多细节 这些细节向我们证明了 这位救主就是自爱的青海无上师 在上一集节目中 我们读到第42项 其称之将这位救主形容成一位美人 而且将为东方带来和平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 这个有趣挂象的第二部分 又称为宋润 送约西方女子琵琶仙 脚脚衣裳色更仙 此时魂姬居朝室 闹乱君臣百万班 第一行写道 西方女子证实这位救主是女性 她身为琵琶仙 把天堂音乐带到人间 在上一集节目中 我们提到 有一幅预言图像 是救世主抱着一把琵琶 而师父弹奏过 类似的弹波乐器 像是曼陀琳和吉他 其实如今我们知道 师父也弹奏琵琶 正是预言所说的 同一种乐器 不可思议的是 那幅先知所描绘的图像 竟然跟师父的穿着打扮 一模一样 预言的好精准 为补先知 青海无上师是一位真师 也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 他带给弟子们 提升心灵的天国音乐 又称为内在的天堂音流 啊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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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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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